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我们宣讲 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这个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应该大家都清楚 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的话 所谓的心经应该说在所有的教派当中 比如说 给鲁派 撒迦派 还有盖剧派和尼玛派 四大教派 然后鲁派派位主的其他的教派当中 都非常重视的 就任何教派当中很重视的 而且大家都舍在自己的念诵经里面 不管是早晚可以 或者是在其他时候经常念诵的 然后每一个法师 平时在自己修行功课的过程当中 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经典 作为汉传佛法来讲 也应该大家清楚 所谓的心经波罗蜜多心经 不管是任何寺院当中 净土宗也好 禅宗也好 天台宗 很多的宗派也一直共同修持的一部经典 所以我想 我们以前也可能在学院当中 当时可能我们学院的传授心经的时候的人不是很多的 那个时候我也给大家讲过一遍 不知道那些道友现在有剩下多少 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整个社会都是无常的 眷属也是无常的 所以随时都在改变 随时都有变化的 那么我们这个心经 在汉传佛教来讲的话 应该说 各个寺院和一些各高僧大德的话 非常重视的 尤其是在大乘佛法里面 没有一个不重视的 甚至一些现在太古和士尼兰卡的南传佛教 他们也念这个心经 念起心经 但这个心经应该可以从历史上看的话 我们藏传佛教的心经只有一个翻译的版本 那么这个还有它的讲义 就是心经波罗蜜多的讲义 所以在藏传佛教当中应该是比较多的 有些藏文里面 在藏文的论诸里面 就是《大藏经》叫《甘诸》 然后其他的高僧大智解释经典的论典 我们称之为是论诸 论诸里面有大概是八个讲义 然后在藏地还有一些教堂派的大乃 还有荣冬等等 有很多论识解释 解释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以前《国王之中德征》当时 好像他的一些修行各方面有一些 进步的时候 有一次他有种生起傲慢想的时候 当时我们藏地非常出名的意思 别若扎那 别若扎那按心经波罗蜜多士 以密宗的这种方式来作解释 作解释之后 他把这个讲义交给国王 所以现在在有关的藏文历史上 也有这个论典 因此在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来讲 也是非常的普遍 印度的一些论识们当中 论识们所解释的讲义里面 应该说是布玛摩扎 就是我们密宗里面的大德布玛摩扎 他的解释是比较广的 所以在印度的班智达里面 也是对心经波罗蜜多士很重视 当然 从汉传佛教的讲义是相当多的 有些说是心经讲义 有些说是心经指数 像以前的什么原因呢 法师 什么欧义大师 还有一些 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大师们 他们解释 据现在的有些心经研究的 有些学者认为是 在汉传佛教当中 研究心经的 还有解释心经的 大概有一百多个也有这种说法 所以我想这个心经在我们整个佛教界当中 是非常流传的一部经典 虽然现在唐玄宗所翻译的这个经典 大概是有两百六十多个字吧 字数是很少 像《金刚经》比较起来的话 《金刚经》记得好像有五千字嘛 比较起来的话 这个心经应该说不是很多的 但是这个心经应该说 所有的佛法可以包括在 浓缩在这个里面 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东西 缩在一个当中 现在科学法达以后 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些东西 全部压缩在一个小小的软件或者一个文件当中 有这种情况 同样的道理 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八万四千法论 可以说是第三个法论里面 那么三大法论也可以归根基地 可以说是第二传法论当中 那么第二传法论的话 它《般若经》里面可以包括的 《般若经》的话也有《光般若经》 《虐般若经》 《中般若经》 《光般若经》十万诵 《中般若经》二万五千诵 《虐般若经》是八千诵 那么这些全部集聚的话就是《色迹经》 《色迹经》也浓缩《心经》 所以《心经》是非常完整的一部经典 我们有些认为《心经》为什么前面没有如实我闻 就是这一集 然后后面没有什么呢 没有天人 落叉等等都皆大欢喜 如是讽刺 如是赞叹等等 没有这些结文 也没有前面的许言 这样的话 所谓的《心经》 并不是它是一个完整的经典 有些人是有这种说法 但这个说法完全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汉地的翻译本大概有七个翻译的 就是九摩罗斯翻译的 唐玄宗翻译的 他们所翻译的大概是有七个不同的版本 那么七个不同的版本当中 不管现在是哪一个国家当中 最流行的就是我们唐僧所翻译的这个 虽然它前面没有如实我闻等等 这一段也是没有的 然后后面一段也是没有的 但是它的流行是最广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能背诵的 经常能背诵的这个版本 为什么这个版本呢 我个人来讲 对这个版本还是很有信心的 虽然它跟其他的一些藏文也不相同的 然后跟其他的汉文当中 汉文的有一些版本 就是很多版本当中 前面的如实我闻和后面的 有些说是牛童部分 有些说后面的结尾部分 结尾部分 后面的好几个心经都有 但是应该说是唐僧的心经最有加持力的 大概是九四年的时候吧 当时我们去汉地的时候 当时在《乾隆大藏经》里面也是找到 跟藏文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为什么说 所有的我们 包括在凡是以话语 以国语 就是中国的这种汉语来说话的很多 念诵心经 波罗蜜多的时候 全部是用唐僧的这一点 不仅是中国是这样的 原来凡而去美国的时候 美国的很多教徒也是念心经的时候 就是用唐僧的这个心经 然后凡而去新加坡的时候 当时有一次大的晚会 就是大的晚会当中的话 它是他们的国家性的一个晚会 那么这个当时 就是它一个很大的屏幕上面 就是显现这个心经 显现心经的时候 就是当时他们用的 也是我们现在平常念诵的 这个端的心经 就是现在端的心经 按照现在的端端的心经来念诵 这个来修持的话 就是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刚才也讲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知道 所谓的心经应该说 所有释迦牟尼佛的空心法门的教法 就全部包括在这么短短的一个经文当中 所以《般若经》 释迦牟尼佛当时要接近涅槃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重视 他当时对弟子阿纳耶说过 说是我的所有的法全部都隐没的话 也不要紧 但是最好是《般若经》 就是不要隐没 这个不要摧毁 这就是世间的珍宝 也这样顶住过 因此我们对心经的学习 心经的闻思很有必要的 尤其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学习唐僧的心经呢 你们也应该大家清楚 以前汉地为什么那么广传的原因 也应该有这么一个历史吧 以前唐僧他到西方去经的时候 当然唐僧去经的很多都是按照西游记的历史 西游记的历史带有很多的深化的 真正的一些唐僧去经的历史相比较起来的话 里面有些根据作者的他的思想 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润色 所以说有些地方 当然我们作为佛教徒也不可采用的 也有这么一部分 但是一般来讲 以可靠的历史里面都是这样说的 当时唐僧前往印度去经的时候 这个路上有一次 虽然当时开始出去的时候都是人非常多的 但后来有一次要接近到印度的时候 唐僧都没有其他的班 没有其他的人 在这个时候他路上在一个寺院里面遇到一个人大声哭着 然后他去看的时候一个人得的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毛缝壁一样的 就是整个路上全部都泌烂的 这样的一种 得了这样的严重的病 本来唐僧当时去经他的时间非常的近 但是一看这个和尚非常的可怜 这样一来他就没有继续甘露 一直待在寺院当中为他治病 为他治病以后 最后他的病基本上是好了 基本上好的时候 他给唐僧给了一个梵文的经典 这个梵文的经典就是心经 现在我们波罗波罗密陀心经 就是梵文的经典 然后唐僧一路上读自己的经典 尤其是在唐僧每一次遇到一些违缘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读这部经典的时候 马上就把这些违缘都消失了 尤其是他到了恒河岸边的时候 有一次他看见前面有好多的人 几千个人对在一起 对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好像有一种热闹的心去看了 去看的时候 原来在这里是婆罗门外套 当然当时印度有九十五种婆罗门 婆罗门的教里面 有些是境界比较高的 有些是境界低的 有些甚至也是非常野蛮的一种行为 这样的婆罗门的教当时是非常兴盛 当时他们为了供河神 里面有河神 他们为了供河神 每一年当中很年轻的一个人 必须扔在这个河里面 他们当时是有这个传统 当天正好抓一个人 准备人在河里面 但是这个人有家庭的 有亲人的 然后他们都意义不舍 非常的痛苦 正在这个时候 来了一个外国人 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唐僧 现在不是现在的唐僧 当时的这个唐僧 唐僧来了以后 他们非常高兴 然后马上想准备把这个唐僧扔在河里面 然后那个家人把他捆起来了 捆起来了以后 当时宣传他说我捆起来 今天你们把我扔在河里面 供养你们的土地生 供养河神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无可来河 但是我有个要求 你们必须给我埋怨 然后他们问 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他说我作为一个出家人的话 我每天的这种经 我必须要念完 如果经念完了的话 你们怎么样做也是可以的 后来他们也觉得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已经同意了 同意以后 他开始念了心经 就是念了三遍他的心经 然后念了三遍以后 整个天空马上都变了 然后什么大雷 整个天气还是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后这个时候 所有的人非常害怕 他们觉得这个人是不能得罪的 当时唐僧马上就放了 那么这样类似的 在唐僧取经的过程当中 这样类似的危难和一些危险性非常非常多 这种全部都是依靠他的心经 波罗蜜多而度过的 所以一般来讲 汉传佛教也有这样 可能你们也许有些老和尚 有些老的出家人 他们都应该清楚 一般遇到什么 比如说来什么地震 来什么一些困难的时候 大家都拿来心经 念诵心经 那么我们藏传佛教也有这个规矩 比如说出现一些违缘 尤其是我们每一年12月29号的时候 经常有念心经会者 就是下一年当中最好不要有任何邪魔外道来摧毁我 就是来危害我 所有的这些危害 就是依靠心经的这种空性来摧毁 还有佛经的一些公案当中 也有以前梵田 当时受到一些魔王波讯危害的时候 梵田是第十天 应该第十天 当时魔王波讯危害他的时候 他就观想空性 然后来念诵心经 这样以后完全度过难关 所以我们平时所谓的心经 摆在身上也好 然后经常摆在自己的佛堂里面 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放在自己的增途上面 应该你的噩梦 或者你的恶缘 违缘 全部都会依靠这个般若空性的力量 就是它的加持 所谓的加持就是力量 就是我们有些人 什么叫做加持 有些人认为加持的话 我就加一点吃的东西 所以叫加持 但是所谓的心经的加持 就是心经的力量 就是所谓的力量的话 我们根本如眼看不到的东西 非常多的 比如说药有药的加持 然后用垫子 就是垫子有垫子的加持 任何东西 它有它的一种加持 它有它的一种力量 同样的道理 那么这些加持的话 我们应该学佛的人才知道 是心经波罗密多 它有空性力的加持 也有佛的威力的加持 还有真实体的加持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信心力的加持 自己具有信心的话 聚合这些因缘的时候 你一定会遣除一些邪魔外道的违缘 所以我想我们以前 很多人天天都是念心经 念心经的话 一分钟都不用 还是一下子过了 但是有些修行人 一天念一遍心经 这个也觉得有点困难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有时候 每天都是念三遍心经 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希望大家 这次我讲了以后 希望大家念 并不是强迫要念 强迫要念的话 这也是不行的 所谓的佛法也并不是 它是一种教条的教育 它不是强制性的 应该是一种 你知道这个利益 知道这个功德以后 自觉地去接受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在这里一切都放下 一心想佛 那么这些修行人应该是念 这次我到南方去 或者到别的一些地方去的时候 心经波罗密的我就讲了几遍 因为在外面灌顶传法的能力我也没有 有时候方便的时候 我觉得讲一个心经的话 空性的功德也是很大的 外面有些根本不信佛教的一些社会团体里面 如果我们讲心经的话 还是我们从世间的语言来讲吃得开 大家就比较接受 他们也不管怎么样到一些 有些也不是真正的一些佛教的团体 但是社会的有些团体 他们都觉得是 他们都这样认为 反正所谓的心经的内容都他们也不懂 但是每天早上在上班之前 所有的员工和那些人就派对 然后大家都背一边心经 然后就开始做自己的工作 每天都是在云南那一边 有这么几个一些团体 我就想自己也是这次讲义什么都没有 但是以前也是看过一些高尚大德的讲义 历史 就这样也顺便为他们做了一些艰难的开示 所以我这次回来 一方面为什么这次宣布要讲心经呢 一个是自己要偷懒 不用看什么书 不用笔寇 一方面我们在学院当中 也许我们这里有些很不错的一个法师到外面去讲心经 在这里从来没有讲过 有些不一定会讲 如果不会讲的话 大家都会笑我们的 我们在世界有名的一些大佛学院 就是无名佛学院出来的大法师 连一个心经波罗比罗密多都讲 波罗波罗密多心经 这个都讲不来 那你还要讲什么中观呢 这个中观的进化就是心经 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这次就慢慢地学习心经 今天大概讲到这里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 你看这些东西想要讲 reaching